欢迎回到Kingdom Rush Frontiers的世界,我是Monaise,我们开始第二十二关战役模式的旅程吧! 矮人是我们忠实的盟友,国王并赋予他们洞穴守卫者的美名。 在探寻失落王国洛里亚中,他们偶然发现了蜥蜴族的秘密通道网。 在Ziley的带领下,一群庞大的蜥蜴军队正通过这秘密通道网前往地表,并决心占领利尼维亚。 为了利尼维亚国王丹纳斯,你必须加入外人军队,与他们一同阻止并击败Ziley和他找牙。 伙计们,你们快过来看看这个。哦,我的天!那些蜥蜴正在我们脚下建造秘密通道。我们最好马上向长官通报此事。哦! 首先固阵方面,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建一个亡灵塔,蓝箭头所指的建一个魔法院,之后一定要最快速把它升级为亡灵塔。 这一关前期的建筑顺序和火焰雨的使用一定要按定时走,不然很容易漏兵。具体定时是怎样的,待会儿我会一一解释的。 第一个火焰雨随意放,没关系的。主要是第二波来得很快,到时火焰雨就能直接补充上了。 这里放火焰雨,是定时。 这里放火焰雨,是定时。 然后所有的钱首先用来升级炮塔,把它升级为地震塔。 这里放火焰雨,是定时,一定用于对付蜥蜴潜伏者上。 这里放火焰雨,是定时。 第五波吸力狙击手来了,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剑冰营,用来吸引狙击手的火力。 让他们尽量不去攻击英雄和外人。 对狙击手的攻击,主要就靠刚刚现跑的地震弹了。 把英雄移到蓝色箭头所指的地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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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火焰雨是随意放的,不过要马上放,要不就不放等到需要的时候,主要是要卡一个dining。 第七波飞行单位来的时候,见弓箭塔。 过关后期,需要大量的地震塔来防御。 最好地震塔首先升级好钻头的技能,保证每个地震塔都有钻头的技能。 有没有泳鱼都没关系。 以为他们叫弓箭头的魔法再建。 准备了! 奐唐唐唐唐唐唐! 如何犯罪! 准备就沿路! 性格,准备! 准备! 准备了! 准备了! 这个火焰力是平时,一定用在蜥蜴人普通和未来战士上,不然目前的兵力释放得住他们的 今天的情况几乔武 流懒 對決戰時尚 對決戰時尚 范姿 希望 凍лет 核心 防御第十一波大量的空中单位需要三个弓箭卡 最好都升级成竞兵堡垒并升级的盘木技能 攻击攻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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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击ence 3 & 4 3 & 4 2 & 4 2 &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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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一波过来就不需要这么多进攻宝美了 卖了造地战场 当然一定要配钻头进 六个火焰是最终 FREEDOM REINFORCE 上面的亡灵塔也卖了 换地震塔 集中对付后面血透的面震者和胡从 对了这个时候 需要把每个地震塔的熔炉攻击技能升级上就行了 FREEDOM JECT PAC 第十五波是Boss了,这不要点开始第十五波,把怪青管再点 Boss需要操作兵领的出兵和集结点的设置,以及援军的布置 目的都是为了减缓Boss的移动进程 Boss吃了三个兵就对停住发起攻击,所以需要一直为他兵吃 不然的话,还没打死他,他就好完全成了 Boss敲六下之后就升级兵领,然后兵领马上就能出兵 而且不会被Boss敲死,这样就能为Boss吃兵了 Boss敲锡城 加音 各竞领 larger 其合 财 Boss敲锡城 Boss敲锡城 其中期 Boss敲锡城 然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attle! 三星通关! 感谢各位看官的观看,今天就到这里,我们下次再见!